鼠蛇人被最强神秘能量包围,难怪鼠蛇人总能逆天改命。 鼠蛇人大惊失色,风水最好的地方就在,鼠蛇人从古至今一直被认为是最具神秘感和独特魅力的一个群体。 无论是在十二生肖的命理学中,还是在风水的玄学体系里,鼠蛇人的性格和运势总是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。 他们身上仿佛总是萦绕着一股强大的神秘能量,这种能量不仅帮助他们在面对困境时能够逆天改命,还让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功与满足。 许多鼠蛇人可能没有意识到,风水最好的地方其实就在他们身边,当他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,他们的人生将会有巨大的改变。 首先,鼠蛇人天生具有一种洞察力和直觉,这让他们能够在面对复杂的环境时,比其他生肖的人更能看透事物的本质。 鼠蛇人的这种能力往往被称为神秘能量,它不仅仅是运势的体现,更是鼠蛇人独有的智慧与力量的源泉。 许多鼠蛇人在年轻时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挑战和波折,但他们总能够凭借这股神秘的能量,在关键时刻找到出路并成功化解危机。 这种能力的背后,与鼠蛇人天生的性格和命力细细相关。 鼠蛇人往往处视冷静,他们不会在生活的挑战面前轻易失控,反而在压力下表现出更加冷静和理智的一面。 这种冷静的应对方式,让鼠蛇人能够在逆境中找到机会,从而逆天改命。 很多鼠蛇人身边的朋友或家人都会感到惊讶,为什么鼠蛇人总是能够在最后一刻转危为安? 这其实源于鼠蛇人内在的力量和他们的神秘能量场,这股能量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种保护和引导的力量,帮助他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行的方向。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,鼠蛇人身边的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风水讲究人与环境的和谐,鼠蛇人如果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水宝地,他们的人生将更加顺畅。 许多鼠蛇人在生活中也会不自觉地受到风水力量的影响,而不经意地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居住或工作。 风水最好的地方,实际上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圣地,往往就在鼠蛇人身边,只需要他们通过一些简单的调整,就能激发出自己命力中的隐藏能量。 举例来说,鼠蛇人适合居住在靠山进水的地方。 在风水学中,山象征着稳定和支持,而水则象征着财富和灵动。 对于鼠蛇人来说,这种环境能够帮助他们稳定自己的运势,并且不断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。 而在选择住所时,鼠蛇人应尽量避免那些过于嘈杂或光线不好的地方,这些地方会消耗他们的能量,阻碍他们的运势发展。 鼠蛇人应选择那些安静、明亮且通风良好的地方居住, 这样的环境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身心的平衡,还能提升他们的整体运势。 另外,鼠蛇人在选择工作场所或办公地点时,也应注意风水布局。 风水最好的地方,往往是那些有助于鼠蛇人集中精力,提升工作效率的环境。 鼠蛇人通常具备极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,但他们也需要一个能够让自己安静思考和高效工作的空间。 如果办公环境过于嘈杂或布置凌乱,容易让鼠蛇人感到不安和焦虑,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。 因此,鼠蛇人应尽量选择那些布局简洁、空气流通的办公场所,并且注意保持办公桌的整洁,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工作能力。 除了居住环境和工作场所,鼠蛇人在选择旅游或度假地点时,也可以参考风水的理论。 鼠蛇人天生喜欢探索和冒险,但他们在2025年这种犯太岁的年份里,最好避免前往那些风水气场不佳的地方,比如过于偏远的荒郊野外或者过于阴冷的地区。 这些地方的风水气场与鼠蛇人的命理不合,容易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 相反,鼠蛇人应选择那些充满正能量的地方,比如阳光充足的海边、山林清幽的避暑圣地等,这些地方的正能量气场能够帮助他们恢复精神,提升运势。 鼠蛇人作为十二生孝中最具有智慧和神秘色彩的代表,他们的神秘能量不仅来自于内在的性格和命理特质,也与外在的环境和风水息息相关。 许多鼠蛇人往往并没有意识到,风水最好的地方其实就在他们身边。 通过合理地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,鼠蛇人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自己内在的潜力,进而逆天改命,取得更大的成就。 最后,鼠蛇人在2025年犯太岁之年,尤其需要注意风水的条理。 犯太岁的年份往往伴随着更多的运势波动和挑战,鼠蛇人如果能够通过风水的调整来化解这些不利影响,那么他们将在这一年里更加顺利地渡过难关。 许多鼠蛇人到了最后一刻才意识到风水对他们的重要性,但往往为时已晚。 如果鼠蛇人能够提早做好准备,避免不良风水对运势的干扰,并且激发自己周围的正能量场, 他们不仅能够避免犯太岁的困扰,还能迎来人生中的重要转机。 总的来说,鼠蛇人被强大的神秘能量包围,这种能量让他们在生活中总能化险为夷,逆天改命。 风水最好的地方并不遥远,而是通过对身边环境的调整和优化,鼠蛇人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潜能和好运。 无论是选择居住环境、工作场所还是旅游度假地,鼠蛇人都应注重风水的作用,避免不利的气场干扰自己的运势。 只要能够合理运用风水的力量,鼠蛇人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创造奇迹,成为真正的赢家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一位作家写道,人生就像是绽放的烟火,这一刻光芒万丈,可下一瞬间却回归于平淡当中。 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希望过上烟火般的璀璨人生。 在他们看来,人生别无选择,唯有轰轰烈烈才是真相。 说实话,未曾经历过现实且残酷的人生,所以人们很难理解轰轰烈烈的人生的艰难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稍微的起伏就能让人心态崩溃。 而已然历经半生的中老年人,相信会看透这么一件事,在闪耀的韶花,也会有愈发暗淡的那一天,平淡才是普通人最后的选择。 人活一世,草长一秋,我们的目标不过是为了活出更好的自己罢了。 而怎么活,如何活,那就需要看人之智慧了。 盲目复制别人的人生活法,那是要不得的。 盲目去过不属于自己的人生,那简直就是随波逐流的行为。 任何的随波逐流都不会有好的结果。 尤其是对于退休后的老年人,如果想要活得好,那我们就得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 其实,人最有价值的活法是逼自己做到这五个字。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 其实,人生最大的智慧便是有自知之明。 有多大的头,就戴多大的帽子。 有多少的钱财,就过多好的生活。 反正不能盲目跟着别人的步伐去过日子。 曾经见到过这么一个老年人,差不多六十岁,可还是喜欢看着别人来做人。 别人做什么,他就做什么,丝毫没有自己的主见。 他的工友到处履行,而他没有估计自己的身家,也跟着别人到处去游玩。 最后,他把自己的积蓄花光了一大半。 这,有意义吗? 工友的家庭,资产超过了千万,而他的家庭,资产也就一百来万,这根本就没法比。 如此,那我们为什么要随波逐流呢? 另外,还有一些老人,看到别人买保健品,自己也跟着去买,生怕自己不买,就跟吃亏了一般。 所以,会有无数的老人被割韭菜。 为什么我们要做有自知之明的人呢? 要想活出真正的自己,我们就需要知道自己有多少资产,自身有着什么样的性格,最后能够过什么样的日子。 生活永远都不是相似的,而是独特的。 就跟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,多姿多彩,而又独领风骚。 人到晚年,要知道自己追求什么。 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,为什么别人能过上奢华的生活,而我只能越活越平淡呢? 下面有个答案,说得特别好,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,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活法,又何必攀比那么多呢? 现实生活中,有很多人都看不透,觉得自己要跟别人活得一模一样,绝对不能活成平淡的样子。 这,真的有价值吗? 故事后,有一位老人名为渔公,而另一位老人人称智首。 渔公认为,虽然我年纪稍长,但我还是要立志铲平房屋前的那座大山,让全家人的通行都能够方便一点。 而智首认为,你都一把年纪了,还如此折腾,有意义吗? 后来,这两者便进行了争论。 结果就是,智首还是过上了属于自己的平淡生活,而渔公依旧跟后辈去宜山填海过着折腾的人生。 对比这两人,我们可以得出谁的格局大,谁的格局小的结论。 可是,在生活方式这件事上,其实他们都没有做错。 渔公知道自己的晚年,要追求宜山填海的生活。 而智首知道自己的晚年,要追求安稳舒服的日子。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追求。 只不过,在现实生活中,有很多人依旧糊里糊涂,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。 人老了,要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人生最有价值的活法,便是有自知之明这五个字。 而在这五个字的基础上,我们需要去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在你看来,人到晚年,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最有意义呢? 一句话就能概括,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生活方式,才最有意义。 前段时间,看过一个报道,一位老人跟别人合伙养老,谁知道自己的钱花光了,成为了穷光蛋。 最后被有钱的合伙人嫌弃,被踢出了圈子外。 这,就是典型的,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的人。 别人有钱,那别人的生活方式自然跟钱财有关。 而普通人的储蓄一般,那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能是平淡且普通的生活。 为什么非要趋同呢?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,真正的百花齐放,是每个人都能绽放出自己的光彩,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。 有自知之明,这五个字听起来很简单,可做起来,那就很难了。 因为有很多人,一直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,这就导致他们过得不幸福。 知道自己是什么人,有明确的定位,在晚年中踏踏实实,安安稳稳地活着,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,珍惜当下,那就足够了。 好了,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,请订阅生肖十二频道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